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方先生的经历我想我也没有浪费时间在这说了 大家恐怕是都已经耳熟能详了 很知道很熟悉方先生的情形 另外我们的海报上也有灯 方先生这些年做了很多工作 有很多勇气的故事能跟大家分享 所以今天他是讲中国学术界腐败的新动向 所以我们现在就欢迎方先生来给我们演讲 谢谢 让我感到好像在中国大学的演讲 就在一个教室里面大家强行在一块感到很温馨 我生意可能比较小 今天没有那个麦克风 所以我尽量把声音更大一点 我先讲一下我个人的前面的一些经历 然后再讲一讲我们中国现在面临的学术腐败的一些问题 我是在2000年的时候开始揭露国内的学术造假的 所以离现在已经有快20年了 我建设2000年五月份四五月份那个时候开始的 那么为什么忽然会想起来说要揭露国内的学术造假呢 那个时候我还在Santiago 我现在也在Santiago 那个时候还没有回北京 中间回了一趟北京 那时候我在Santiago Santiago以前的接触国内的信息的话 大家知道老留学生都知道 那时候能够接触到国内的信息呢 就是通过看人民日报海外版 那上面没什么东西可以看 但2000年的时候呢 开始发生了变化 就是中国呢开始互联网开始兴起了 然后报纸呢都上网了 这样呢 即使我在美国这一边呢 也能够通过互联网 能够及时了解到国内的信息 我是比较关心中国科学发展的怎么样 特别是搞生物学发展的怎么样 我是搞生物学出身的吧 结果一看那上面的报道 好多都是骗人的东西 就一般的人可能根本不知道 但如果是搞这一行的 你看他们都是在吹牛 都是在骗人 或者是卖打剑品的 或者卖某一种生物技术高科技的产品 这种东西在中国的媒体上就那么宣传 然后呢没有人来出来说那些东西是假的 反而呢有中国那些搞生物的 我以前的那些同行 反而来替他们站台 替他们做网告 所以我当时看了就很生气 大家知道我办了一个网站叫做心理师 那个很早以前就办了 就是1994年就开始了 那个时候是一个文学的网站 留学生专业给留学生投稿 然后发表一些文学作品的网站 99年的时候开始有点关心中国的情况 就会登一些跟中国现实比较相关的 比较那个时候涉及到管理法轮功的问题 就90年开始了 然后我现在所以我现在手上有那么一个网站 我就利用这么一个平台 就开始揭露中国的这些学术的造假 就从我生物学的本行开始揭露起 然后一下子就引起了 关注一对 我以前没有人揭露这些了 大家都知道学术很腐败 但最多的就私下骂一骂 没有人敢跟我跟我讲说 现在突然发现 网上有这么一个平台 就很多人来给我投稿 所以我那个就变成了一个举报中心 那个时候每天都收到巨量的举报 就几十条上百条的举报 我不可能都给它登出来 因为很多了都是属于美法器核实的 然后所以我只能是选一选 挑出来然后登出去 那我们那个平台呢 就在九九年就已经被国内屏蔽过一次了 后来我搞了一个镜像点 镜像点这样搞了几年以后又被屏蔽了 因为揭露造假都是往往是我们那个镜像点 寿命平均来说大概是一年 就是都差不多一年 过了一年以后揭露到某一个大人路 这个人呢就找到了公安那边 然后就把我们给屏蔽了 所以寿命平均是一年 现在已经换了很多很多镜像点 可能有二十个左右 所以呢那个时候就开始揭露造假 那个时候网人的主要还是在加通这边 在美国这边 然后因为反正有这个网络嘛 无所谓 我能够通过网络 接到各种各样的这种信息 这些提报什么的 然后再通过网络 发出去 所以人在哪其实我觉得无所谓 而且呢在美国这边的话 还比较安全 很多人认识 很多人认识 你敢揭露造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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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躲在美国 当然这个 很多在美国人 他也不敢揭露造假 所以我觉得这个 其实不是关键的一个问题 但那毕竟是一个因素 然后我后来呢 就跟国内媒体 还有跟国内的学术界打交道 也比较多了 当时回国 我是980第一次回国 后来就基本上每年都回去 交流也比较多了 后来呢我在国内认识了 我的太太结婚了 然后后来又有了小孩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想 可能还是 老是这么两地分居 两头跑的话 也没法尝解的 所以我在09年 08-09年那个时候 就决定说 我还是 就完全回国去 比较好 一方面呢 我是想像说 我小孩是在北京出生的 我想像 让他在中国 自小学上完小学 上到初中 掌握了中文 然后到美国来 然后中文 肯定就基本上 会慢慢地就忘了 就放去了 所以我当时的想法是 回国一段时间 就08-09年那时候 就打算要回国 而且那个时候 刚好也是中国 相对来说 比较 环境比较宽松 比较自由 至少允许我 在那边说话 我那时候可以到 中国的大学去做演讲 没问题的 不会说有人把我拦下 然后也可以在媒体上 发表文章 然后揭露 也有一些会跟踪的报道 所以至少 让我觉得说 在中国还是可以的 可以做我想要做的事情的 不会有什么障碍的 所以我就在09年 就决定完全都翻过去了 但我留了一条后路 我没有把美国的身份给放弃 我是一直拿绿卡 我没有换成美国国籍 一直拿绿卡 所以我当时还跟移民局 申请了旅行转 就是说你可以到国外两年 然后继续担有力 每两年续一次的 所以我当时还申请了 然后把美国这边的 省严格的东西 就都处理了 当时最麻烦的是处理那些书 中文的书都在网上卖掉 后来被一个人全部给包走了 被新泽西的全部都包走了 就拖了我一个开书店的朋友 把它卖掉 然后英文的书舍不得意 就觉得到了中国 可能要看英文书比较麻烦 所以当时把英文书打箱 装了三十多箱 然后就喊运回去 喊过去 刚才把我拦住 不放 所以当时把这些书弄出来 还费了很大的劲 就必须你回国人才的名利 才能把书弄出来 然后我国内又没有接收单位 所以很麻烦 反正很麻烦就回去了 不管怎么样 09年就当时准备回去了 然后10年的时候 就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 就是我遭到了袭击 这个我没有意料到的 因为以前在国内的风险 我知道 被人起诉 然后整天在网上骂我 这个已经骂了 20年的都有 还专门搞网站 专门就去骂我 这种都无所谓 但是张肃 人山袭击 这就成大问题了 10年的时候 10年8月的时候 英诺瓦揭露了 武汉协和医院的一个医生 他也是华中科技大学的教授 叫萧传国 他发明了一个手术给小孩做手术 其实那个团体骗人的 就不仅 不会把小孩 他是那种妙试镜 反正会腿会斜了 因为我们都去调查过 所以我揭露这件事以后 他就马修成怒去故乡 实际上就是想谋害了 就是我花了10万块钱 故乡 他是香气袭击的 另外一个记者叫方玄昌 因为我们 我当时要揭露的时候找媒体 我是通过他找的媒体 然后登出来的 所以他当时他下午令令车 袭击我和袭击方玄昌 我那个时候生日剪出 我在北京的话很少出门出来 他要打我比较难 要打方玄昌比较容易 因为他要上下班 所以在下班的途中 晚上下班他就被袭击了 方玄昌当时的个人拿了钢管 他从公共汽车一下来走的时候 晚上10点多 拿钢管去打他 头一再打 很大一个伤口 还有一个巴在那里 血流了很多 但发现他人很壮 而且他是练武的 他拿过全罗高校太极拳判权 是练武的 所以跟他们搏斗 即使这样的话就没把他打倒 他后来是有一个出租车司机建立 永远刚好路过 看到后停车 然后上了车以后 人马上就阴在后座 出租车后座 刚好距离五百米的地方 有一家医院 海军医院在那里 就把他拉过去 他抢救过来了 抢救过来 然后萧传国他知道说 而且他打成那个样子 即将还跑掉了 他给下了命令 给这两个凶手下了命令 就是说 我当时住在石井山嘛 他说石井山那个人 不能让他跑掉 所以他打得更狠一点 他们想怎么不能让我跑掉 想到一招就是 先用那个辣椒水把我喷倒 都跑不掉了 然后再来打 所以他们两个人 当时想好的计划就是 一个先用辣椒水喷 我另外后面的一个 拿那个钢管打我的头 所以我当时是接受 刚好在我家附近 接受一个记者 姚林卫视的采访 在一个茶楼里头 接受完采访 走出来 把那个记者送到出租车走了 然后我走 因为就离我家的几分钟了 然后在踩走的几步路的时候 就看到一个人跳踩 然后就朝往脸上喷东西 然后我当时是怕他觉得特别的难受 但是人没被拿倒 就法令非常快 晚上就横穿马路 跑到马路那边去 然后横穿马路的时候 当时是五点 夏天八月底五点 天还亮着 然后车我就怕被车撞到 所以我跑的时候还左右看 结果就看到后面一个人拿着铁锤 要砸我的头去 差那么一点点 然后就打不到 打不到 然后我跑到路对面 跑得特别的快 他追不上马 追不上马 就把那个铁锤扔出去 就感到腰疼了一下 然后听到光难一声 我还回头看了一下 看到那个锤子落地 然后看到那个人跑上去去捡锤子 然后我就没停 我就继续跑 一下子就跑到我小区里头 然后就在附近 然后就当成去报警了 所以后来我看了那个 后来这些凶手被抓住以后 看那个供词 才觉得特别的凶险 整个经过特别凶险 他们害了那两个人一个 一个就是当时买了那个辣椒水 因为当时萧长国会告诉他们说 你不能让这个人跑掉 所以想着买了辣椒水 但他们买了辣椒水 是过期的辣椒水 是三年前的一个辣椒水 造假 所以特别是被讲话的基本 这就是 没生气的造假 假话 假话也救了你一命 然后那个人 他们本来的安排 就是前面一个叫土地村的喷网 喷打后面一个另外一个人 叫龙光鑫 这个人拿一根铁管砸网 结果他喷了我第一下的时候 他人比较矮 人比较高 他大部分都喷到我脖子上 然后又是过期的 很难受 没喷到 我就跑掉了 他又喷了一下 结果把龙光鑫给喷倒 所以拿钢管砸网 那个人就喷了 就喷在那里 所以那只好那个喜极春 就拿着铁锤 他是一手拿铁锤 一手拿那个喷的东西 只好拿铁锤来追我 所以差了一点点 如果是拿钢管追我 我肯定被砸到 所以这是非常侥幸的 就跟便领一幕一样 所以我当时就看了些供词 我就看见害怕 包括他们跟踪我 已经跟踪了好几个月 就一直在我家 我当时住在 新华社的大院子里头 他们就一直在我家门口 宿舍楼门口在盯着 连那老太太都认识他们了 而且这两个人好奇怪 为什么坐在这 后来是被抓了 上个电视才认出来 然後我看他們共識曾經 因為我偶爾會出去幫我女兒出去買東西 就看到有一次說他們跟蹤 就一直跟蹤我到那個超市 然後一直想要不要下手 然後說因為如果他當時對我下手 我女兒也肯定的跑不了 我還抱著他肯定跑不了 然後就想蕭成功並沒有下命令說 連小孩也要幹掉 所以他就一直憂鬱就一直跟著我 我看到這個王子我心裡很害怕 心裡這個鄉爽還有一點良心 還能夠想到說把我打倒了一個小孩的行業 所以忍不忍下手 你想想他要沒點良心的話 讓我兩個人都完了 所以從那個時候起 我就覺得國內還是沒法待的 而且最後這些人全都抓住了以後 包括幕後指使蕭傳國 他被判的罪狀就判了五個半月 就放出來了 放出來後指使蕭傳國還是在威脅 然後現在又在這種混淆視聽說是 變成了他受我迫害 他出來以後就又去到現在還在深圳辦醫院 辦了醫院就叫香傳國醫院 他就要自己變成一個品牌了 所以中國現在就是這種情況 挨了一下 然後抓住了 最後五個半月出來 啥事都沒有 他繼續威脅我 所以我現在沒法待 像是這種的 所以那個時候就開始想到 準備還是回來 回美國比較好 然後當時本來的想法 當這裡裡面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老婆她那個時候還捨不得放棄她的工作 她是新華社的技術者 如果再到美國來 那肯定這個工作得丟掉 所以當時還捨不得 所以為什麼又拖了一段時間 就一零年那個時候我就想回來 然後一四年有兩件事 促使我趕快的跑 第一件事是我在廣州圖書大廈 去做一次簽售 就簽名售書 我自從一席以後 我就是基本上失去的人身自由了 就是我出去都必須有人陪著 就是跟他們搞了一個安保的資金 然後雇一些保鏢什麼的 然後出門都必須有車這種 鑽車就這樣就沒法 沒法做一種公共交通什麼的 所以基本上第一個 我失去了基本上人身的自由 這個對我來說是很難受的一件事 然後第二個就是 一四年當時去 包括圖書簽售 我也沒法一直沒法做 後來他們老是說沒辦法 你就做一次吧 我們肯定會把各種保安 可能非常的嚴厲 當時有好幾十名的網友都說要去當義務的保安來保護 就到了廣州圖書大廈一看那個環境根本沒法搞那種保護的 因為我怕有人去過廣州圖書大廈 他中間是一個院子 是個天庭 然後他把我那個圖書簽售就放在一樓 那個天庭正中央 天庭正中央 天庭正中央 有人就從那個四樓拿了一瓶水 半板的水往下炸 就炸我 然後幸好是炸偏了一點 就趁著我頭皮過了 我頭皮出血了 但是人基本上是沒事的 你想這個正中央被炸到後腦的時候 人肯定就倒過去了 就暈過去了 好吧 他就大庭廣州那天人非常多 這好幾百人的那天受的那種非常多 他就這麼公開的往下扔東西 然後都被拍下來 視頻也有 照片也有 然後最後我們去報案 公安根本就不管了 錄了一下 然後要撥了非常多 因為那高清的照片那個人的 他們全都有 就不管 因為你沒有造成大的傷害 我就是擦破了鼻子 流了血 所以中國就這樣 你沒被打死 你沒被打成重傷 根本就不管你 那麼這已經不像說 如果說在一零年還 我雖然受了一點輕傷 但是那個時候 大家還群群激昂的 還當時還專門成立了一個 專案小組來破我這個案子 就實際參觀安分局來 弄了兩個中隊的警力來破我這個案子 後面就不行了 這過幾年之後大家都覺得這個無所謂了 已經不可能了 所以一個人身安全也出問題了 然後呢 我一四年還出了一件事 就是我去揭露了一個叫 邦曉平的一個網絡的作家 我寫了一篇文章 然後說這個什麼夢斷美麗堅 把美國說得多糟多糟 但是那些都是編出來 所以我寫了一篇反其他的文章 夢遊美麗堅 就裡面的那些信息都是假的 但是這個人呢 是網信辦 當時網信辦的主任叫盧偉 作為一個網絡作家的代表 推出來的 派去參加什麼文力座談會的 就是那個習近平搞的那個文力座談會 他是作為網絡作家的兩個代表去參加了 好吧 我把他接到了說這個人不屑無數 胡編萬兆的 一下子就把那個盧偉得罪了 所以我這個文章發表的 當天盧偉就下定說 啟動叫做網絡一級監控 這個中國說 我在歷史上第一次啟動網絡一級監控 現在不算什麼了 那個時候在14年還算是比較新鮮的事 就當天必須把我所有東西全部都封殺掉 把所有的自媒體的帳號 我的微博 我的微信的公眾號 當天就全部都封了 沒了 啥都沒有 包括那個百度的 我本來有一個百度 把接了一個號 也全部都沒有了 然後這樣的話 而且我人生可能還有危險了 就不只是說 我把我所有的平台全部都封掉 所以這樣說一出來 我馬上就帶著全家到美國來了 那個時候9月份發生的事 我10月份 應該10月初發生了 然後我10月底就到美國了 全家搬過來了 所以讓我下定了決心 還是趕快過來 一方面待在國內也沒意思了 因為你被封殺了 你留在中國有啥用 沒用了 我只能是到國外的平台 到推特 我後來就在推特 以推特作為主要的一個平台了 那麼在推特 你在中國上推特 還必須要翻牆 麻煩死了 那我還不如到美國來 都不要翻牆 直接就算了 所以就因為這件事 我就到美國了 然後過了一年多兩年左右 就吳韋伯下台被抓起來了 抓起來了 我的平台又恢復了一段時間 就2016年開始恢復 微信的公眾號也都恢復了 但是到今年又不行了 今年七月份的時候 突然我所有的國內的日媒裏品 全部都被封殺了 我那些平台都只是發 基本上發表的是科普的東西 但是也不允許我做科普了 就都被封殺掉了 封殺的原因當時 大家就猜測說是因為我當時 關於華為的時候質疑了一下 華為當時被美國這邊開始 美國要禁它的時候 他們當時說我們有備胎不怕 然後我就問了一句 我說你如果說備胎好用的話 你們幹嘛不找一點量出來 你到現在才能用 這句話是我在推特上說的 結果被一個科技日報的記者 拿去問任正非 任正非當時我們搞了一次 那個記者的狀態 拿去問他搞了他下過一台 所以就很老火 所以當時被封殺以後 大家還猜測說是 我因為是這個原因被封殺了 但是同時又封殺了一大批的 自民地站號 所以當時路透社來採訪我的時候 我還不覺得說是因為 這個事被封殺了 我還說應該是 現在不允許有這種有影響力的 自媒體存在了 只要有一點影響力 自媒體都給你封殺 因為我覺得 光是因為我在推特上說 質疑了一下華為 然後你就把我自媒體全部都封殺 我那些自媒體又沒有去談華為的事 我的工作也沒有 這個也讓我覺得太荒疼了 所以我覺得說 可能不是因為這個原因 應該是不允許 有影響力的自媒體存在 但是後來我通過其他的 祈祷,各种祈祷,打天了下,还真是华为的严厉 他们容忍不了我,恼羞成怒,要报复,把我所有的自媒体全部都封杀了 而且不只是封杀我的自媒体,敢发表我的文章的自媒体,他们也封杀了 一个方弦参他们搞的科学猫头鹰,他们也有个微信的公众号 就因为那段时间,多发了我几篇文章,都是跟健康有关的,科普 就把他们的公众号也给封杀了 更是一点敏感的东西都没有,全部都是关于健康方面的 所以就是想把我全面封杀了 所以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可能现在跟以前不一样 就是如果我回去的话,人身安全可能都有问题了 像国内已经开始大事的抓人,比如说,关于华为这件事 弄出了什么251,我回去可能就不只是251 可能一关的话,关了好几年都有可能 所以251就是,关了好几年,前年工,然后被关了251天 所以中国就不说251,他去找向华为要手牌的时候 所以他枪大勒手,抓起来关了251天 所以我说如果我回去的话,按往这种状况可能就不只是251 所以从安全的考虑来说,往以后还是会以美国为阵地 这个是至少在短期内,在几年内应该是不会发生 中国的情况应该不会有什么根本的变化 可能会越来越糟的,这已经不是像刚刚回国那个时候 让人觉得还比较宽松的,还可以在国内,还觉得还不错的 跟美国的差距在说到 接下来可能这个差距至少在这种意识形态这方面 差距是越来越大了 所以,我至少揭露这些造假呢,是因为看不下去 所以没有人来揭露,那我只好出来揭露 那么,其实揭露造假并不是我的一个主业 我从来没有把这个当成一个主业 那为人说,你现在变成一个职业的在揭露上去 从来就是业余的 因为我前面的那段时间,前面的十几年 我主要的工作实际上是做科普的工作 我出的书,出了二十多本书,主业都是科普方面的 所以我的主业呢,是做科普 这个造假呢,只是一个业余的在做 那么现在连科普都不影响 我揭露造假,对 揭露造假,那个是业余的在做 那即使是业余的在做,也变成了我一个就是众矢之地 其实有一些人就说,我是在全中国最糟恨的人 这句话可能有点夸张,但第一个造假很多 所以那些造假的人肯定就很恨我 特别是在邪术界,还有在新闻的新闻界大帮人恨我 然后把恩姐们对我打击报复,所以来起诉我 我有过十几起的訴訟,在中国了 现在他们还跑美国来起诉我 央视以前的一个记者叫王志安 找了15个人,跑到Sendillago来起诉我 所以我在2014年诈骗他们的捐款 然后2013年在美国买房子,穿越回去了 所以这个是韩皇台一件诉讼 然后已经被dismissed掉了 结果法官就看了一下,就把他dismissed了 因为他们还不服,现在又上诉到加州的上诉法院去了 现在这个还没完全进 他们知道这个案子肯定是不可能赢的 因为背后有人给他们钱,让他们来考我 就是为了耗我的律师费 知道在美国诉讼很贵的 这个都无所谓 反正都是我意料中忍受这种 罵罵每天网上的一大堆罵罵,忍受这种诉讼 这个都是我有心理准备的 但是你涉及到人身安全的 这个就需要考虑一下 包括涉及到我家庭的家人的人身安全 所以在可预见的未来 我应该主要还是在美国这边了 然后平台也是以美国这边为主 即使说以后再过几年 国内自媒体允许我去发言了 那么我也只是把在美国这边给搬过去而已 不会说在那里再单独去发言 因为说不定哪天就会把你全部都封杀掉 一下子在网上消失的无意无中了 那在美国这边至少不会 至少一直会留着 所以 然后但是呢 因为现在在中国 我这个科普的平台基本上也没有了 很少了 那么你科普没有了这个平台呢 你在做科普其实意义就不是很大 因为能够接受的人就接受这个受众犯了就比较显了 光是在美国这边做科普的话 其实意义不是太不是太大 而且呢我现在做科普 然后还老被国国内人抄袭 一些公众号就把我们的文章整个超过 超过的你去向那个腾讯去投诉 他们还不受你 你没法证明那个是网上东西 因为网上公众号已经没了 他们还不受你 就被人网被封杀了以后 东西可以随意的 所以我在推特上 我就说过一些我干脆写一些 他们不敢剽窃的东西 政治方面 人文方面 所以接下来我可能会多写这东西 科普还会做 但是呢 不像以前说一门心思的 专门在做科普文 干脆多写一点文史东西 文史方面的 文化方面的东西 ok 然后我讲完我个人的这几天的经历 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的 进入今天的主题 来说一下中国目前的学术界的 腐败的情况 我刚才说了 我是从2000年的时候 开始揭露中国学术造假 那么跟当时 这已经过了快20年了 跟当时比中国学术界 在这方面 在学术造假 学术腐败这方面 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变化 就是造假的手段越来越高级了 以前的造假 我们揭露的大部分的造假 因为往来说 往来说揭露造假的时候 是每天还收到大量的举报 但是如果没法核实的 很难核实的话 是不会跟出去的 那么最容易核实的造假 就是抄袭 剽窃 这是最容易核 最容易核实的 我把两篇论文一对照 那就能够看出来 他就是抄的 有的论文甚至是 从头抄到尾 连里面的插图 他都复印了 我们揭露过 01年揭露过一个叫 侯飞工业大学教授 叫杨静安 搞人工制人 他就是这样的 他就到国外 然后把他们 他去做访问写者 把人家的论文 就复印一份 拿回去 拿去发表 好几天都这样 所以这种是比较低级的 很容易认定的造假 这些抄袭 这些文字的抄袭 但文字的抄袭 现在比较少了 为什么呢 主要的研究 不是说 大家胆子小的 不是 主要的是 现在有这种软件 可以检测文字的抄袭 所以你这种赤裸裸的抄袭 从头抄到尾的 这种抄袭 你没法发出来的 只要软件一扫描 一绕一下 就马上就能够发现了 因为这个是抄的 所以这种简单低级的造假方式少了 不能说完全绝种的 但是还是比较多 比在十几年前 二十年前 那个时候大家是无所谓 你觉得我抄袭了 又怎么样 你能把我怎么样 没能管 现在至少有像我们这样的网站 在管这些事情 所以他们一方面是有点固惊 不然说胆子还是那么大 是有一点点估计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文章发不出来 所以呢 那么现在手段就高明了 高明的话 比抄袭更难揭露的是那种数据的造假 数据造假 这个是很难揭露的 但是呢 也有 有的也很容易揭露 比如说最近那个 门开大学的校长 曹雪涛 他不可以发现数据造假 他用数据造假 等于很容易证明是数据造假 你两个不同的实验 他用的那个实验的接口图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就是能复制一下 拿copy paste 就弄过去了 所以这个就很容易证实 你这个数据肯定不对 然后他们当然常用的借口就是放错图了 但是你仔细一看的话 他还不是放错图 因为他的复制粘贴过去 他还做一点感动 把它剪一下 或者把它转一下 寻找一下 就想掩盖这场是复制粘贴的 但是你仔细看还是能够看出来了 所以这个就是明显的书记的造假 这个在中国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 特别是搞生物医学的 曹雪涛他也是搞生物医学的 他以前是第四军医大大学的校长 后来到南开大学当校长 这个在中国是非常普遍的 曹雪涛这件事之所以引起空洞 是因为他一下子被发现了64篇 论文是这样的 创了一个记录 就是从03年到一直到现在到今年发表的论文 就60多篇 就是这样 因为专门有一个网站来揭露这种图片的造假 他就是那个网站把它给捅出来的 那么如果上那个网站的话 会发现里面可能中国的是占多数的 就是中国搞生物的搞医学的 对他们来说 我说这是PS PS实验技术 实验大法 这个是中国人干的最多的 不一定是中国人手创 中国人干的最多的 所以像这种比较低级的造假手创 还是有 只不过呢 跟文字的比 你文字都可以检测出来 你这个图片必须是仔细去看 那么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多呢 这个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中国的现在的造假 已经是产业化了 里面的这种图 特别是搞声明学的 他们会把论文 包含一些论文写作公司 这个论文写作公司 他公开打的旗号是 我帮你认识论文 文字表述 这样不都是要求说 你要发 到网站去发论文 对吧 要英语的论文 那么有一些人 英语不行 找这种论文写作公司 来帮他改一改英语 什么的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其实也是允许的 但是中国的一些这种论文写作公司 他不只是帮你 这种做文字的描述 什么修改 他是连数据也帮你写 甚至连论文也帮你投 就是一条红的服务 然后根据不同收费 也不一样 看服务到哪一种程度 帮你发表的 这个收费就最高了 所以他是连数据也帮你做 所以帮你做一下 论文写作公司的话 他们又没有实验室 他不可能真正帮你做实验 那怎么办 那就到网上去找图 找这种实验图 然后改一改 我甚至看到过他们 论文写作公司内部的一个材料 一个指南 指导人工说要怎么去找图 找什么样的图 不容易被发现 要怎样修改 不容易被发现 審稿的人发现说是抄来的图 所以这是产品化 而且不只帮你写 还帮你投 然后为了保证说投稿 能够发表 他们采取的是两种办法 一种办法呢 是连审稿也是伪造 就伪造审稿 大家可能觉得 这个审稿怎么伪造 其实很简 有一些杂志 它是允许你投稿的时候 列一些说推荐一些审稿人的 你可以列一个审稿人 推荐审稿人的平单 有一些杂志 就根据你这个审稿人 来把这个动作出过去 你看这个审稿人 那些这么巴紧的 都是哪一个学校的 可能是哪一个 就是都是最好的业台 那是真的 他们列的他富裕的那个 E-mail地址是假的 根据他原来的E-mail地址 他稍微再改一改 看上去像是个真的 那这个E-mail地址 你寄过去的话 就寄到陆如雪的公司 给你一个很好的理由 所以这个是审稿 是假的 这个不只是中国这么干 其他地方也有很重要 刚才是中国做的最多 有过一个17年的时候 有过一个统计 就是12年到16年 这段时间总共发表 总共查到了有490多篇的 这种伪造审稿的论文 然后其中一半以上270多篇 是中国大陆的 接下来80多篇是台湾的 所以说是黄正们 直接做一干这种事情 所以这个是一个伪造神感 另外一个呢 就是跟杂志 跟这种期刊勾结 这期刊太多了 对吧 然后有一些期刊呢 你只要交钱 我就给你发 所以他这些论文写作公司呢 是关于好多这种期刊 是有合作关系的 但中国现在 对这个期刊呢 他也有一个要求 就是说你这个期刊 如果是科学方面的 你必是被SCI收录的 如果是共产方面的 你要被EI收录的 但是即使是被SCI EI收录的期刊 也有很多期刊呢 是垃圾的这种期刊 你只要交版面 会纯粹就为了赚钱了 再交了 钱我就给你发了 所以做的最离谱的是 有印度的一家期刊 叫做印度生物技术期刊 这个期刊呢 是被EI给收录的 前面可能做的 可能还不错 收录就开始赚钱了 赚中国人的钱 一四年 他们EI搞EI的文化公司 去调查一下 发现一四年那一年 印度的生物科 生物技术期刊呢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都是中国人的 发的都是中国人的 而且呢 他是叫生物技术杂志 里面的论文 绝大部分都跟生物技术 一点关系都没有 相当一部分是文科的论文 中国关于中国文学的论文 这都是这些论文学的公司 可以逃到那里 玩到那些分钱嘛 收了钱一部分加给这些期刊 然后他就给你登了 EI 就搞EI检手的公司 发现这种情况 就宣布说 从2015年开始 就把这印度生物技术 期刊呢 从EI拿掉 从2015年开始撤掉 他是一四年宣布的 好的 他这一宣布 这家杂志 马上出了十二期的真刊 专门来发表中国的论文 把他们积下来的一大堆论文 用十二期的真刊 每期真刊 发表 有的八十几篇 有的是一百多篇 一下子全部都发掉 趁还没被撤下来的时候 最后毛一笔 所以这是产业化 一条链 然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 现在中国的学术 已经是国际化了 已经不是中国的事情了 已经是跟国外的这些造假的 也都勾结在一起了 所以现在一个新的特点 就是已经是国际化了 全球化了 不只是中国国内的事情 那么这个国际化还牵扯到 就是中国华裔的科学家 这种造假 也是国际化的 在美国的这些华裔的教授 华裔的科学家 也是跟国内的 一起造假 就勾结在 勾结在一起 最突出的一个就是这种 叫踏两只船 说是回国 我前程回国 毅然回国 放进去 高兴聘请毅然回国 实际上是没有真正回去的 他在美国这边还是当全职的教授 在中国那边拿的是全职的代役 然后用他的名义 申请了很多的资金 录取了学生 然后他学校也乐意 你这边的话 他可能一年就回去 那么一个月 就利用放假回去一个月 然后能够拿一个全职的代役 很高的全职的工资 而且申请来的科研的经费 他还可以分成中国 科研经费是可以分成的 这对他来说 我他也高兴 是吧 我们很早就开始揭露这种 假踏两只船 已经有十来年了 这件事呢 在美国最近才引起注意 就是关于那个千人计划 很多人拿那个千人计划回国 都实际上是全职回去 但实际上他都在美国这边 那么现在FBI不是在查这些事情 也抓了好几个了吗 抓的时候 国内就很不平说 这个是在打压我们华人 打压华人科学家 我说其实这是不是打压你得看 他是不是说的那些造假是不是真的 对吧 你不然说一抓华人的科学家 然后就觉得说是在打压我们华人 他本身就在造假 隐瞒在中国拿全职兼职的情况 在中国那边换钱 更不要说把美国这边的东西拿到中国去了 咱们不说这个 把这种商业秘密 或者把这种间谍工作 咱们不说 以关事说 两头拿钱 然后在这边还隐瞒 这个本身就是犯法的老师 这种事我们是揭露过很多起的 我举一个例子 大概在一二年的时候 一二年那个时候 清华的师医工还在清华大学 当医学院的常务副院长 他还没有到西武 他后来到西武大学是当下的 那时候也还没升为清华的副院长 那时候还当医学院的常务副院长 然后他就引进了一批人 引进这些人 很多就都是属于这种名义上的清华 工作实际上还是在美国这边当全职教授 其中做的最弥补的是一个叫王小琴的一个教授 他是蒋斯·哈普金斯的全职的教授 但是呢 师医工呢 就在从伊零年开始就让他去当清华的全职的教授 而且当他们深入工程系的系主任 但这个人实际上他在清华只是上一个六个学识的课 每年就上六学识的课 一年呆的可能年龄一个月都不到 大部分时间还是在美国这边当全职教授 但他一二年写那个熟职报告 他就敢写说 从一月一直到十二月每个月都在清华工作 那我内部人就看了就不高兴了 你一年就回国 就那么几天 结果你说这十二个月全部都在清华大学工作 就把他那张熟职报告的表拍下来寄给我 我就给他翻 你一个美国的 哈普金斯的全职的教授 你怎么可能说在清华十二个月 所以早在当教授 这个登出来 那十一公就开始去查 究竟是谁把这些信息透露给方舟子的 内部去查 他们不是反省而是查 查了好几次 最后他们怀疑是一个姓刘的老师透露的 因为这个姓刘这个老师很公开敢顶 敢顶撞那个十一公 所以大家都怀疑是这个人 所以后来那个饶益 就是当时饶益还在北京大学当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就打电话 给我说他们现在在抓内奸 抓出来那个姓刘的 我还是这个姓刘的干 这个姓刘的这个人可能在清华大学是没法带下去了 然后我就跟饶益说 我是从来不泄露究竟是谁给我透露这些信息的 我不仿认你不成 但你们实在是做得太过分了 我可以明明白白的告诉你 不是这个姓刘的干的 这个姓刘的干的 我其实我也不懂得出来 所以这种夸国的 这种造假竟不是新疆意识 不是说最近这一两年为了跟中国打贸易战 怎么要开始来抓中国的这些科学家 不是那么一回事 这已经是很长时间了 总共最正能引起了美国这方面的重视了 所以这是国际化的一个趋势 然后呢 还有一点 就是从刚才大家可以看出来 就刚才我说了 失忆工 饶益这些人 他们都是从美国回去的 还真正是全职回国的 他们回去以后 现在呢 就掌握了大量的资源 总终掌握了大量的经费 所以就变成了一个利益集团 一个很庞大的利益集团 所以这个我尽量讲了一点 就是现在的这个邪术腐败 涉及的利益是越来越大 涉及的这种人的这种层次是越来越高 已经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以前我们揭露的也有一些面试啊 造假啊 校长也有 但是当时揭露的最主要的还是一些 普通的教授 现在涉及的这种很多了就是高层次的这种诈解 而且这些人他们的表现跟他在美国的时候和在中国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像施衣工他还没回国之前 他还在威斯坦当教授之前 他当时曾经接受过Science 科学杂志的采访 他当时就说 反对中国搞这种几千万经费的生物大项目 他在说搞生物科学应该花那么多钱 结果他一回国 他拿了个就不只是几千万 都是上亿的科研的经费了 包括饶义和施衣工曾经几年前曾经也是在科学杂志上面一起发表过一篇评论文章 他专门就是抨击中国的科研资金的发放体制 所以是官本类的发放体制 有官员说了算 大肆的抨击 你抨击完以后 他们觉得名声很不错 敢骂中国的科研资金的发放体制 你这没过多 施衣工就给当时主管科教的政治局的常委 就写了一封信 因为什么 当时的刘延东 现在已经退了 刘延东在主管 政治局的委员 在主管科教 他跟施衣工的爷爷 他的爸跟施衣工的爷爷是同事 就是有这么一层社交的关系 所以他给他写了一封信 找他要钱 马上就批了三个亿 去建了一个清华北大生命技术中心 生命科学研究中心 所以你一方面在国外骂 所以中国都是这种靠长官的御智来批这个机会 结果你一回国马上去找这种最高的官员 要了三个亿 就来个中心 要了这些钱干嘛 买电竞 施衣工搞 结果生命学 完全就是靠他这个电竞做出来的 这一台台都买 然后就一篇篇的发表论文 所以这个就涉及到了这些中国的很明星的科学家 还有包括另外一个明星的科学家 像那个潘建伦 搞那个量子精肠的 也说那么好多钱 光是发射那颗什么墨子卫星 就发了一个亿 就发射一个卫星为了做一个实验 当然你申请经费的时候 他可以催我这个有多大的价值 有什么军事方面的应用价值 涉及到国家安全 什么的 就会催嘛 所以涉及到很大的利益 然后呢 既然造假涉及到中国大利益 揭露起来的话 就很难 以前揭露的是那些层次比较低的人的时候 然后呢 这些大牌的教授都是比较支持的 比如说我揭露了第一个在国内引起注意的 一个所谓的基因皇后 就是陈晓宁 洛杉矶那边的一个医院的一个技术员 然后带了一个基因库回到中国 然后把自己吹息成基因皇后 其实那片子那基因库也不会是他们搞的 就不说这事了 就当时我想说的是 我当时揭露这个陈晓宁所谓基因皇后的时候 像饶益啊什么的 国外这些华人的教授都是支持的 因为他们看不起这个人 这个人连个教授都不是 然后回国敢吹息自己是基因皇后 当然要揭露 所以当时还一年面发表了一个公开信 咨询我的一个公信 但是你等到 揭露到的 涉及到他们那个圈子的人 那就不一样了 所以他们像陈晓宁这世 是2000年时候的世 后来到607年 我揭露过一个魏渝泉 那时候院士 好了 像饶益他们这些人 就连连发了一封信 就来反对我了 认为说我在网上揭露这些人 是在搞文革 是在贴大字报 这时候他们就反对了 因为魏渝泉是四川 大学的副校长 是个中科院的院士 是有权有势的 他们跟他们也有合作关系 对吧 所以就要维护他们这个圈子的人 所以对他们来说 你接讲可以 你不要涉及到我们圈子的人 你揭露那些小乡 你不要揭露到我们这些大人物 所以 包括我在说四一公的事 饶玉九老师替四一公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所以说我只有 跟四一公比较 只有小学生的水平 是根本不可能去说 说四一公怎么样 没有资格来评价四一公的 然后说四一公他们已经爬荡了科学的地方 已经走到山上了 我还在山下呆着 所以我老是嘲笑他们 说他们饶益山上的朋友 就已经到了山上 就这样跟我把资格来证为说 我没有资格去揭露他们了 我这样已经上山了 我在山下没有资格揭露他们了 我只是一个小学生 但是比较可笑的是 大家最近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饶益有给 给那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写了一封信 寄漏出来了 这个国家自然基金委接到了 对饶益的情报 就是说饶益的有几篇论文 是造假也是那种图片 PS复制粘贴了 这个很容易查证 然后饶益最近他们离开了北大 到首都医科大学去当校长了 所以呢 国家自然基金委呢 就给首都医大 就发了一个函 就说我们现在要调查饶益的事 然后饶益看了就很劳火 就给那个国家自然基金委写了一封信 就说我那个问题方舟子已经调查过了 说不是我的事 所以我讲他们证明说我是小学生 没资格来接受他们造假 结果他们倒是把我当作一个权威拿出来 然后还教训那个国家自然基金委 说你们如果看不懂方舟子的分析的话 你们应该好好学习天然相差 然后他里面呢 饶益那种信本来是私下给人 他最后呢 因为他怀疑是 他以前揭露过一个叫李洪良的教授 叫武汉大学的一个教授 这个人没有进入他们圈子 如果进入他们圈子 他不会去揭露了 就没有进入他们圈子 所以他认为是 可能是这个人来打击报复 所以就顺便举报了三个人造成 第一个就是李洪良 那你光举报李洪良 那这个太明显了 对吧 别人就知道你这个事 饶益要打击报复 所以呢 顺便又另外举报了两个 一个就是同济的 以前当时同济校长的培纲 也是个医院所 另外一个就是顺便又举报了 那个上海药物所的 关于爱之海默镇的 新发的那种药 那也是造假的 他就顺便请报了一下 那饶益这封信呢 本来只是说 私下要跟 跟国家自然基金委员炒一个价 他也不想把这个事统还去 但是饶益他有一个 有个习惯 他写东西的话 他对自己不自信 打觉到自己文明不好 所以他写的东西 会发给一些人看 就是真求一见 他把这封信子 发给一些人看 他被一个人给捅出去 就想看着那 把他放到那个网上去 然后一下子 就变成一个重大新闻说 饶益食品指报三个人造假 其实他主要目的不是为了 饶益很玩 然后我记者的采访 他都不接受采访 然后 其实他指报那几个人 第二个关于 别刚的造假理由 实际上是不太常立的 所以当时记者来采访我的时候 我说那个理由其实不算 就不足 理由不足 所以我还准备写了一篇文章 说为什么饶益指到别刚 所以理由不足 我不能说别刚就没有造假 有可能造假 但光是看那个理由 不够的 我就写了一篇 所以我不知道 裴刚会不会把我的文章 也当作一个 装计的证明法 没有造假 他都只装计过 所以这个是 就涉及到这个圈子的问题 很大的一个利益的 圈子一个利益的集团 那么你要揭露 而且这些人现在是 他的地位越来越高了 包括 也很会搞钱 包括说西医工现在到西湖大学 去当下长的 然后17年的时候 吹牛说18年我们西湖大学建成 19年年底 师资力量要超过洛克菲勒大学 19年年底已经到了 然后他那个书记在哪里 差不多都在威乐大学 然后说五年之内 成为亚洲一流的大学 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前列 五年还过两年就到了 就他是17年说这话 18年我们从18年就开始算了 再过两三年就到了 然后他说15年之后 以加州理工学院媲美 成为世界最好的大学 所以实际上这种你只要敢吹牛 就能拿到钱 政府就给定 然后到最后 可能大家都问了 除了我可能没几个人 记得西医工 曾经公开吹过这个牛 但我都给他记得 我过一段时间我就把这事 再躲出来 提醒他一些 他说这个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 到底怎么样 所以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 就是说你只要敢吹 会吹 总结者可以混得很好的 而且可以爬得越来越高的 那么这里就面临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形式的发展 就是因为这些人爬得地位高了以后 他们就会受到保护 就跟公权力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 所以你去举报这些人造假 说这些人吹牛 那没用了 人家马上给你保护起来了 你包括饶益 饶益地位也够高的 他们号称什么实名 举报了三个人造假 那裴刚刚那个不说了 李鸿梁的 人家武汉大学马上就出来说了 李鸿梁没有造假 那你关于上海药物所那个药 人家上海药物所马上出来说了 第二天就说了 我们查过了没有造假了 现在这就是公权力 因为这涉及到很大的利益 你不可能说真正的去查 所以你即使说劳力真正的 你自己的食品指导 你自己校长的身份指导 有什么样的用能力 包括我们以前去揭露过河北科技大学 那个副教授韩春玉的造假 这以前很 可以说很确凿了吧 你也没用了对他来说 所以当时几个亿的钱已经花下去了 他不照样了 还在建了一个基因编辑的中心 所以这个是能用你涉及到很大的 公权力 都能保护这些造假 而且不仅要保护造假 还要打击这些揭露造假的人 中国现在对整个网络的控制 一来一提 所以要抓这些揭露造假的人 也很容易了 以前我接到的这些警报 我只要是令人给他登出去的 虽然我知道他们是谁 但是我登的时候我不透露 只要他们不严厉失明了 我就登出去 大家一般来说是不知道是谁的 所以你像施衣公那时候怎么乱猜 是个姓牛的那个人干嘛 他只能乱猜都没法 知道究竟是谁举露 现在可以了 现在如果再发生这种事 施衣公只要去到公安局了 去报案一下 公安局给你一看 哇 这著名科学家来报案 我帮你查 一查网上就能够查出来 究竟是谁向麻吉露 然后就可以把那个人抓起来了 最近就发生了一件事 接到了一个举报 就今年选那个院士 选中科院院士 工程院院士 然后其中呢 有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的 在武汉的中国地质大学的校长 叫王燕欣 他呢 要去平院士 也是院士的候选人 那么就有人来跟我提报 你说这个王燕欣的很多的论文 是重复发表 而且不仅是重复发表 如果是重复发表 那只是算是有点多头 相对来说 这个还不算 但是重复发表的时候呢 把作者名字都给改了 那这还真是涉及到造假 对吧 那作者名字还不一样 然后这个很容易核实 对吧 你把两片路纹调出来 然后一看 一模一样路纹 但是作者名字不一样 所以我就给他登出来了 登出来了 然后王燕欣就去找公安的 公安的查 把他就查出来 是一个叫胡彬的人给我 偷个岗 虽然我没有说究竟是谁 他马上一查就查出来了 所以他就把这个人给抓了 就是行事拘留 还不是说行政拘留 但是中国目前来说 警察喜欢搞行政拘留 你随便在网上说一句话 就可以把你抓了 前几天过唐山地震 然后有一个人 在网上说了一句 怎么不多死几个人 警察马上过去 就把他给抓 就是行政拘留几天了 这个不需要检查院批准 也不需要法院批准 但他对这个胡彬 他是以刑事拘留 那就是准备判刑的 就是可以通过检查院 批准逮捕 然后做法院判行刑事拘留 这是我见到的第一起 因为赵姐 然后被刑事拘留 就是因为他是校长 赵姐那个人是校长 然后一看你人警报 对他的院士评险 可能会造成威胁 然后就把二人给抓 现在我朋友做了以后 已经过了几次了 那后面会怎么样 现在不清楚了 然后呢 这件事我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 结果也没啥用 王彦新还是当了院士 还在写上了 所以因为他是校长 校长的话 他手上有很多的资源 可以去收买那些院士各种方式 像中国 所以我想说一下 包括比如说评选院士 跟十几二十年前也不一样了 现在这种院士的会选 这几乎是半公开的 在前面也有的 我刚刚一开始提到那个曹雪涛 南开大学的校长曹雪涛 这个会选是他所创 是在001年的时候 他呢 知道怎么样给院士收买 收买什么 再要怎么收买院士 那个时候说你敢拿钱去收买院士 还是没 还是个大新闻 没人敢 所以有人就举报 举报以后就导致曹雪涛 那你没当上院士 我当成中科院的院士 他是后来又过了两季 过了四年 发现已经自己当不了中科院院士 因为有这个案底了 所以去选那个工程院的院士 然后被选上去 在现在这种你说去收买院士的 为了选院士去收买院士 这个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而且是很常见的这种事了 所以就这种跟公权力的 包括特别是校长 是院长干这种事更方便了 所以就完全是跟公权力的 结合的学术腐败 这种结合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是一种公开的半公开 所以这一直有人问我说你 为什么觉得中国的学术腐败 会那么严重 学术造假各个国家都有 包括美国也有 但为什么就是中国这么猖獗 而且呢 这十几二十年来 虽然低级的造假少了 但是高级的造假完了多 然后低层次的造假可能少了 然后这种高层次的人士的造假可能多了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 而且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这种官僚的这种专制的体制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反应 所以我并不是说不谈体制的问题 因为老是有人说你不说体制的问题 老是抓这种个案 不敢说这些人 其实我还一直在说这些人 你不过觉得说的没啥样而已 但你要反射 主要的人就是这种专制的体制 我不需要向公众负责 我这个钱是找当官的人要来的 所以我向官员负责就可以了 我从科技部搞了一个项目 到最后接题的时候 我只要那些司长看得满意就可以了 我不需要向公众来交代 说我做了什么样的工作 中国的公众 中国的纳税员在这方面是没有权利的 这样的话 我只要跟官员搞好关系就行了 所以为什么跟公权利能够结合得很紧 也可以互相保护 当然这些官员他也能够拿到好处 所以就是互相保护 互相抠结的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公权利 我里面用专制的问题 所以你免法实行真正的监督 中国比十几二十年前好一点的 是现在他搞了一套的规章的制度 制定了一些什么关于科学道德的条例 关于所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的条例 所以这十几二十年前没有 现在有了 被我们冲动了一下 他就成立了一个什么办公室 科技部也搞了一个科学道德办公室 问题是你看过这些办公室大夫做过什么事情 对吧 接过什么造假都没有 没有人说真正去处理过 也包括国家自然基金会处理一些人 资金申请报告的时候 发现了造假 如果这个只是一个普通的教师 可能就会禁止你几年来申请 会处理 但你涉及到院士的造假 大排科学这样的造假 他就不敢处理了 包括韩春雨他也不敢处理 韩春雨当时 但是崔熙自己发现那个基因编辑 新的基因编辑的时候 国家自然基金委的主任杨卫 还特批了一百万元给他 所以经费 那也没有拿回来 根本就没有 所以你想通过这种体制内的 这种来监督是很难的 因为他本身就是整个体系官僚体系的 专制体系的一部分 你想他们不来维护造假就已经不错了 你还想让他们来揭露造假 这很难的 那么你通过民间的这种监督 就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中国目前来说 它是没有言论的自由的 没有这种邪术的自由的 所以为什么我那个网站 我那个网站如果办在国内的话 早会被关掉 那因为是办在美国这边 他只能把我屏蔽掉 一人屏蔽一次 我那微信号啊什么的 那些他可以搬着就把我都关掉 所以这就没有言论的自由的 有我们最近这几年接到的警报比较少 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这自媒体兴起 然后有一些人都提到 哇可以把他发到 把这些警报直接就发到微信上 直接就发到微博上 那的确有一些人是这么干的 但前几年环境比较宽松的时候还可以 现在你敢这么干嘛 又敢就被抓起来了 然后就说你寻衅知识了 就把你抓起来了 所以这种没有 没有这种言论的自由 包括这新闻的自由 现在媒体呢 也不太一样去跟踪报道这些事情 因为很多罪员嘛 所以这是一方面 还有原因 但是我想一想 中国这种体制 这种专制的体制 这种缺乏言论自由的现象 但这个其实不是现在才有的 这都已经几十年了 就一直是这样的 那为什么只有最近的这十几二十年 造假这么严重 这还跟另外一个方面能有关 就是中国的经济发展 发展了以后 饮钱了 就是这个经济利益大 以前的我你造假没啥用的 大家都穷 你造假最多 以前也有 中国也有学生造假 最多就是给自己弄点名声 当当官 或者是什么 当一个明星 明星科学家上上媒体 但是呢 经济利益不大 现在经济利益大 中国在科技方面的同志多了 这个诱惑就大了 所以呢 就这方面 这几方面的一结合起来 中国的造假就特别的严重 那么这个是 这种状况 你要改 是非常难的 所以你说指望中国的这个学术造假 能够在几年之内 能有改观 这个我是不指望的 因为一涉及到这种体制的问题 一涉及到经济的问题 方方面面的社会的 方方面面的问题 那就不是说 能够短期内 能够改观的 也不是说靠个别人的力量 甚至不是靠你科学界的力量 就能够改的 所以这个是需要社会各界的人 一起来共同努力的 但你不努力的话 那就永远能希望 虽然说这个希望很渺茫 但是我还是希望说 希望大家能够尽力 能够尽自己的一分的力量 能够改变一点 试一点 不然的话是永远能希望 你不愿意做的话 你至少也要 劫生自好 不要同流合污 对吧 不要给我增加我的工作 所以我今天就 他讲到这 我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然后我可以回答 很精彩 两个问题 你怎么来定义 这个 学术腐败 学术造假是 大夫政统就是造假 一是不定义的 学术腐败 第二 你说这个千人计划 这些人呢 回中国 拿大钱 但是呢 待着时间久 ��� 有过这种争论 就是track 我们当时说 我要揭露的是学术的腐败 当时官方说 不要用学术腐败 这种说法 要用学术不断行为 这个是世界各国都有的 学术不断的行为 但为什么我坚持用的是学术腐败这种说法呢 因为一个是中国的造解是非常的严重 已经泛滥开去了 你如果说用轻描淡写的说 学术不断行为的话 就会让人觉得好像不那么严重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腐败 腐败一个关键的一个特点 就是跟权力的结合 所以中国的学术造解 它是有特点 我刚才说就是跟公权力的 那么跟公权力的结合 那就是一种腐败 所以我坚持认为就是一种腐败 那么你千人计划 这些拿了千人计划 但是不回国的也是一种腐败 因为千人计划 它本身就是国家搞的一个项目 他们之所以能够拿了这个项目 拿了全职的代用 不回国 就是因为得到了公权力的允许 这个公权力有可能就是学校或者是科技部的人 引起他们就拿了全部回国 那么这个就是一种安全力的腐败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腐败行为 而且现在因为千人计划 那个表拿掉了 你去到网上去查些没了 科技部本来有个千人计划的一个网站 你现在找不到那里面有谁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现在给千人计划都是秘密给的 都不公开了 所以这个是不是腐败 这起来就是腐败 对吧 就是那个公学就是这些政府的行为了 变成了一种 您能不能发现 我上次进行演讲是2001年 在UC3 Diego 那是20个学生 对 那我想问的是 如果那个时候 十几年前 中国的科技界还只是个婴儿的话 现在不可否认 现在已经长大成人 非常强壮 那么尽管如果我们悲观点说 这些学术腐败的现象 这些体制得不到改进 那么您看10年以后 20年以后 中国的学术研究 能不能真正的茁壮成长 能不能有自己真正原创的科学界的 科学的突破 能不能有自己 就是产生自己真正的诺别而讲 尽管带着病再这么生长 有没有可能自生长 增长出免疫能力 消灭这些腐败 或者是不能消灭腐败 但是带着这些腐败 始终能够有那么多清洁的 就是原创的科学家在 能做出真正的突破的工作 这个形式腐败 它会对中国科技的发展 其他很大的阻碍作用 但是它没法完全的 让中国的科技就止步不前 只不过投入的成本可能过高了 中国的确现在跟十几二十年前比 这个进步很大 科技进步很大 这个我们不否认这一点 这不很大的一个原因 一个是钱多了 科研的经费投入了以后 你当然就能够做出一些 比较好的东西 大型的项目 或者比较原创的东西 就有可能 另外一个就是 人才也多 虽然我一直在说 很多人是讲大 但是真正回去还是有的 真正的回去以后 然后艳丽 脚踏实地的做出一些研究的还是有的 包括中国本土培养的一些也还不错的 我们不能完全的否认 所以虽然说腐败很严重 但是呢 进步也很大 这两个是不冲突的 只不过呢 如果说腐败没有这么严重 可能进步更大 那你至于说再过十几二十年 是不是会更大的进步 这个网友信心 你只要保持这种势头 还是很有可能的 方先生您好 我想问一下 就是 您会不会有一天 揭露那个 那个关岳然的学历造假 包括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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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 现在那个 像台湾蔡英文的 这个 全世界都在看 我们 国家领导人的 不是 谁也看不到 哈哈哈哈 这国家领导人 是看到 去查了 看得到 而且还被查出来 他其中 就帮他写了 那个 他还自己把 多多多的一部分 促成了自己的书 哈哈 所以一对就知道 那是没有公开是吧 有有有,这都有,网上都有 这件事情没有公开 公开的都有,你到网上去查都有 但是,我是觉得因为我更关心的是学术界的问题 就是你政界的问题,首先我觉得是政治的腐败 这个是已经无可救药 我觉得我没必要,我发太多的经历在那上面,没有 学术的腐败,我之所以要揭露中国的学术腐败 是因为我对中国的科学还是大有希望的 对中国的政治我不抱希望,所以我觉得我没必要,浪费在那 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 我们揭露的学术的造假,其实也涉及到官员的 有的涉及到甚至涉及到副国籍,比如在成竹 成竹我揭露过很很长时间了,这十几年了 当然,他现在应该是副国籍人大,什么常委会,副委员长之类的 所以我们也揭露,还包括揭露一些部长的造假 而且中国人说,中国本来是一个官僚体制,你即使这些校长,院士,其实他们本质上也都是官员的 校长有的副部级的,司局级的,院士都是副部级的 所以这样也是一些官员,这个很难分的,不然老说我不揭露啊,其实也揭露 如果你不是学术界的那种,完全就是一个官员官僚 揭露起来的话没太大的意思,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些人们在做什么事,还仅很重要 这些人在这认识说,就是一个官员 本来都是实际行的 也认识说,我没有卖这里是意思 就说,你会打赏杀,你会打赏杀,你会打赏杀吧 春永元他这个人就以前我觉得还比较复杂一点 就是因为他以前搞那个实话实说的时候 也曾经请我去做过节目 但是做了一个节目就是也是揭露造假的节目 揭露当时把大街都是的那种纳米技术 但是还跟一个传科院的一个研究研化學手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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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 姜雷的我刚才在他那个节目上辩论 就观言这个纳米真假 所以他辩不顾 hour 回去马上就去告状 就告状以后了这个节目就可以播出了 所以就ENS 春永元在那个时候呢 还起到政变不着 但是后来他从央视出来了以后 为了谋生怒还是什么样 因為我不知道,我們可能就看走了關於食品安全的問題 然後為了推銷自己的有機食品 為了推銷自己品牌的產品 然後開始去妖魔化了轉基因的食品 這個就涉及到也是造假的問題 而我揭露批評他實際上也涉及到一些造假 因為他拿的那些數據,很多都是假的 包括說在轉基因的食物裡頭發現什麼不明病人體 這些都假的就能夠知道是假的 所以在這方面的話,我覺得沒有什麼可以和解的地方 因為這個就是存在一個正和解的一個互相之間的爭論 所以這個不涉及到說是不是能夠和解的問題 至於他後來去揭露什麼最高樣的什麼東西 那個跟我就沒啥關係了 所以他後來就完全把自己變成一個商人 就開始賣他那些東西,我也是在繼續的揭露 因為賣人的東西,純粹現在也是騙人 就為了賣高價,然後開始有些造假 對,所以 您剛才提到的言論自由的問題 我覺得中國的人口比較多 然後社交媒體是什麼現在很發達 然後也挺複雜的 但我想請問在中國這個社會 您認為自由到什麼一個範圍是比較影響的狀態? 當自由到什麼時候,現在會怎麼去呢? 因為現在整個中國之所以監控這種言論 包括對自媒體控的那麼嚴 就是老是說怕亂 對吧?像說進入一種無序 像你如果說真正的言論放開的話 你各種言論都引起你出來 它慢慢的就會形成了一種有序的狀態 中國目前的狀況是 你這種造假的東西是通行無阻的 你要去揭露造假,它馬上把你對封掉 這才比較可怕 你如果說你這些造假的東西要出來 然後這些揭露造假的我也可以發出來 你看那些造謠的發出來 批謠的發出來 大家互相去競爭 慢慢的也就會形成了一種比較有序的狀態 但中國現在不是 現在是反過來的 所以你被封殺掉的那些都不是那些造謠的那些造假 不是 而且那些做科普的那些揭露造假 反而被封殺掉 然後你包括這種做新假宣傳的也是沒來暖的 但是你如果說敢去揭露這些新假宣傳 你感覺是發不出來的 沒有 我看你對 就是在推特上對華為251這件事情也比較有關注 然後我想請問你就是華為作為這麼一個企業 就是同樣作為一個比較流氓的企業 跟那些紅毛藥這種也是這種流氓企業它有什麼不同 因為華為好像之前就是說打那個芯片戰爭的時候 就是雖然他自己不說 但是好像網絡上風向都是 作為一個中美這些對立 就把華為就看成一個中方代表 然後把美國政府高通就做一個美國代表 然後請問你對這種對華為 畢竟是華為 然後就 就主要是對華為這個企業 它的本質對它有什麼 這個你說華為跟紅毛藥警的本質區別在哪裡 紅毛藥警它背後只是地方政府 這個華為的背後那可不是地方政府 那是國家 是中央政府 這個很大的一個區別就在那裡 所以我揭露紅毛藥警 紅毛藥警沒辦法把我全網給封殺掉 但是我一批評到華為 他就可以把我全網給封殺掉 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區別 我很高興見到你 這個 Proud我也是MSU的校友 我想提一個問題 你剛才說這個中國 你還是有信心的科技發展 那我想提一個跟剛才這個同學 這個有點關係的問題 你覺得這個中國的科技應該有沒有一個就是 方向就是哪些科技應該 咱們假設就是說 國家投資金到一些關鍵的 它對中國的整個發展 對中國的 咱們假設它是一個有一個優先次序的話 你覺得就是說中國科技要朝哪個方向發展 比較應該重點扶持哪些科技項目 我說的這個呢 有一個大背景 就是在世界範圍中你可以看出來 就是說它在處於一個競爭的狀態 那麼同時它又有人類共同面臨的環境問題 那麼在這種大的這種環境下 你覺得除了假的 除了我們要搞這個真的以外 應該有沒有一個就是科學發展的這個方向 或者科學發展 作為科學家應該特別注意的就是怎麼樣 就是人類的這個更大的問題 共同的問題 我覺得可能講不清楚 你這個問題太大了 涉及到整個科學發展 但對中國科技的發展 我倒是有一個想法 我認為我這個想法 跟十一公以前在普林斯坦的想法是差不多了 我認為中國是不應該去搞那種大項目 非常投入非常大的 因為什麼 你投入的這些收益不成比例 投入大部分都是浪費掉 所以你弄一個什麼幾個億的項目 這完全不值了 沒必要 所以我這方面是一直是反對的 我不像師医工 他一回國馬上就變了 但當時是一公說那番話的目的 那番話實際上是涉及到中國人 當時要搞一個項目 叫做蛋白質計畫 然後是中國當時準備圖十八個億 是由一個叫賀富初的一個人來領導 這個賀富初是一個學術騙子 我揭露過很長時間的一個 所以當時引起爭議的時候 當時Nature就自然還來採訪我 說關於深入要不要搞大項目 在中國這個爭論很厲害 我說我的看法就是如果中國 我反對搞大項目 如果非要搞的話 你也不能讓賀富初這種騙子來搞 我就說了一句話 結果他們不敢照顧我這句話 但問題就在這 就說你中國目前的這種現狀性 最好不要搞大項目 搞大項目 必然的就是大部分都浪費掉 必然的就是掌握在一幫邪術騙子的時候 我問一下黃老師您好 我一直關注您的整個打假的過程 也對您的個人以一己之力來 對抗這種造假事情的話 非常佩服 但是我現在有一個比較現實的問題 您打假十幾年 越打越假 打假的東西越打越多 對此您有什麼看法嗎 當然這不是您的錯 第二個的話 就是說在打假的過程中 我們在痛心疾首的過程中 面對著你每發現一個造假的事情 其實背後都會有大量的資金流失 人類科研團隊的精力的浪費 在面對這麼多黑暗的東西的時候 你有沒有從中看到一點曙光說 如果我們從積極的方面去看 去怎麼去做 包括國內這麼嚴格的這種輿論控制的情況下 國內的學術同仁能做點什麼 國外 我也是從事科研的 所以國外的這些學術同仁能做點什麼 大家共同能夠為中國將來科研的進步 能做點什麼 您有這方面的看法 我覺得 說中國現在是不是越來越多 沒有統計過不好說 當然造假手段也高評到是 有一個數據可以說明目前的嚴重的程度 中國發表的論文大概是占世界總統的論文 目前來說是8% 但是策稿的當中中國的論文是占了24% 所以這個是不成比 所以說明造假還是非常的嚴重 但如果說在十幾二十年前那時候 連我們這種監督的民間的監督都沒有的時候 也許更嚴重 所以有可能我們還是發揮了一點作用的 不能說完全沒有 畢竟大家都知道 都知道引用方舟史來證明說自己是清白的 那這個 至少說明我們的威懾力還是在那裡的 所以還是能夠起到一點作用 所以說 你說我們應該怎麼樣 來幫助中國往前走 包括國外的 在國外的 我覺得很重要一點 就是在交流的時候 我們應該把 國外這種更好的學術的規範帶回去 這種盡量的促成一個比較合理的體制的 建立不要像什麽施宜東他們那一波人 回去後就投流合污了 對吧 所以我相信還是有一些人回國了以後 他們還是真正是想做點事情 而不是到處忽悠想去拉錢的 所以這個是很關鍵 為什麼講這個問題呢 因為中國的一些造假 特別是學生的造假 有的是因為不知道什麽樣是規範的做法 所以有一些假是不是有意的 不一定是有意的 還有一些是知道是假 但是看到他們老師都這麽幹 所以我們也跟著幹 就是沒有一個好榜樣 那麽你如果說我們在國外的人 能夠給他們一個好的榜樣的話 那麽也能夠起到一個推動的作用 所以希望還是在下一代的 還是覺得學生還是有希望的 還是可以救一救吧 至於你那些院士校長 覺得對他們還是打擊的問題 是怎麽樣揭露他們的問題 你別說讓他們可以變好啊 那個發言長 那麽想聊一下 因爲我 因爲大概七八年之前呢 你當時是那個微博抽條 風騰了 全中國人沒有 你不知道 那麽這兩年呢 就說沒有前兩年 那麽就說 抽條了 那麽我就想一下 原因在你說 結合一下 就是當前這幾年的 國內一些環境的變化 是不是和你這個目前 就前段正在打獎而已 有所影響 那麽對於這個 爲什麽不像 那麽 剛說了 七八年那樣 有一個 就是說 這麽一個環境 都沒有受影響 能不能談談 我們畢竟在國外 國內還沒有像 你那麽了解 所以這些國內 就是這幾年的環境 包括我說的 當然是 什麽學獸環 其他環境 各種環境 對你這個 是沒有影響 接二呢 就是說 我想您可能 不是問大家 你可能有別的想法 那麽你們 在今後的幾年 或者您是有沒有什麽計劃 回到以前 那個七八年那個狀態 就說 你們需要一點剛好嗎 這我一開始就說 我們現在的 這個整個的環境 就國內的那個環境 言論的環境 已經不像十來年前那樣 那個時候還是比較寬鬆的 我還是有發言的平台的 然後媒體 夜裡跟蹤報道 這些造假 但是呢 現在已經大家都不敢 因為你搞不好 整個號就被封掉了 所以呢 還有包括媒體也是 他們也不敢再去揭露這些造假的 所以 這是整個大環境的問題 中國整個在倒退 這個 我們是很難去改變這種狀況的 是整個大環境的問題 所以我以後會做什麽 就我一直在說這個揭露的造假 不是我的主業 我只是一人一戰 以後 以前主要做科普順便接入造假 那麼以後 我可能做點別的事情 我反正一直會寫東西 也許多寫點別的方面的文學方面的文學方面 但是也是會順便接入造假 這個不會放棄的 因為網站那個平台已經在那裡 每天還是能夠接到警報的 那我孤單總是不好的 所以已經在那裡就還是繼續做 但是也不會 也不太可能說像以前那樣 能夠引起很大的轟動 引起很大的關注 因為那個環境已經不同了 方老師 剛剛您提到的中美交流問題 我想問一下 就是中國最近一段時間發生這些學術的問題 包括現在轉經的Bandy 嬰兒 然後那個醫科大學 某些中國的醫藥大學被除名 然後包括南岸大學這些造假問題 它是不是真的影響到了中國的留學生 包括碩士生 博士生 到美國來申請 因為網上之前那些事情出來的時候 一直有一些傳人說 這個學校明年可能就沒有任何over 您知不知道相關的數字呢 對 對學生的影響 申請影響可能不大 對學生申請會影響是學生本身造假 就是申請材料的造假 或者是你學生發表的論文的造假 但是這個學術造假 對學生申請的影響可能不大 但是呢 對中國科研人研發論文 和他的那種 reputation 影響會很大 因為我知道有一些人 他們就不願意給中國來的投稿審稿了 因為我不知道那是真是假 他們就不願意審稿了 所以這個是影響會很大的 影響是整個 整個中國學術界的聲率 但你也可以說 對中國整個學術界的聲率 可能會對學生也會有影響 因為學生寫推薦信 找人寫推薦信 你也行 找的那個人就是一個造假 在國外的名字很快 你找偷寫偷寫的一件事 人家一看 這個套的記錄 一定是四邊造假 這也有可能的 這也有可能的 因為這個涉及到 畢竟還是中國國內的問題 您 但我只是說 現在那個風 政治風向也是 就是 比較 相對來說 比方說 川普之類的事 或者 他也引起了一些 那個 就是 比方說 經費的那種縮減 或者是 對那個可能會有影響 但你高校的這種 比如說 對於少數族裔的 對於華人的態度 應該是不會受什麼影響 不會受這種中美的影響 甚至他們還會 還會抵制 還會反抗這種 川普的這種 政策 所以 這個我覺得 就從這種 這種整個的 社會的這種看法來看 應該是不會對高校會有什麼 影響 這種政治的 但經費可能會受影響 那經費呢 就不是說 針對的是中國人 中國華人 那不是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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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沒 方老師 我有兩個問題 就是第一個問題 是您說的 十一公 還有他背後的這個 利益集團 什麼的 但是您沒有說到過他 有任何的作品 或者他 他有哪些 就是集團裡的哪些人 有過造假型 而且我聽說 就是西部大學 就是我所知道的一些人 回去就職的 都是真正 就是他們是想做科研 然後有自己見實驗室 都是非常solid 我聽起來 就感覺他們是真正在做科研 因為我們沒有什麼 就是那方面的 就是 評論 還有第二個問題 就是說 就是Nature 最近 也就這個 曹雪濤這個事情 他們就有討論 然後也有提出過一些 就是政策 他們會推薦說 應該採取哪些 123的這個 就是中國 應該採取哪些方 政策方針 去來避免或減少這種學術造假 然後您覺得就是 他們說的是否有道理 而且你覺得是否應該就是外國 就比如說像每個這種 其他的國家來就是干涉 或者他們有自己的想法 來參與中國的這些造假的這些建設 關於私醫工的問題 你說他有沒有學術造假 這個我不知道 我們就 也沒有證據 而且他做了那個東西 可能也不需要造假 因為他只要有錢 投入就能夠做出來 做機構的 我覺得 那我主要是他這種吹牛 吹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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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這種就是 同齡和無燈弄了很多錢 錢後不一致 相信我主要針對的是這一點 他不是說他在學術上會有什麼問題 他做那個東西的話 其實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學術的含量 說實在 人家就解了那個蛋白的結構 所以 然後你這一說 國外能不能幫助你 或者中國在這方面有什麼進步 我覺得這個實驗還是很難的 你總不能說 要求國外的學術界 對中國學術界實行一些制裁 對吧 你總不能說 一刀牽以後 你中國的論文我都不發 這個可能 如果 有一點 國外人能夠做到的話 我希望是他們不要去跟國內這些造解而者去勾結 這個很不好 其實剛才我提到說 造解的國際化 中國學術造解的國際化 這個已經 我剛才只是說到了華人的問題 其實很多的其他國家的人 外國人 他們有的也是參與了中國的這種造解的 因為現在中國有錢 把他們請去 請去以後 然後就開始拉攏 開始拉攏他們 所以為什麼中國實際上 現在一些比較高檔的期間發布 比較容易的 其實跟這個也沒有關係的 中國人會拉關係的 把這些期間的主編 編輯要怎麼拉過去 還有 這個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國家 像中國人 這麼樣崇拜諾貝爾獎獲得者的 所以現在這些諾貝爾獎獲得者 一個一個都從中國去撈金去 賣保健品的東西 你獲得那個 深入一些 一些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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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在中國賣保健品 所以 還有一次一次的開那種 什麼諾貝爾獎獎獲得者峰會 就是騙錢 就是讓大家找幾個人 然後說很高的錢 大家是聽他們吹牛 然後有一些峰會 還是普遍系的那一院 所以這個就 我們能夠希望他們不要看到 中國有錢賺錢好騙 我也跟著去 包括在國外有一些已經 民生已經壞掉了 一些著名的科學家 現在都到中國去撈錢了 你在那個 我們搞深入這一行的 一個人馬 Watson 你發現了BNA送羅賢 那些結構的 他在美國民生壞掉了 因為他發表那些種族歧視的 人馬現在到中國 把他審訊 他專門搞了一個 所謂沃省研究所 那些專程去 還有包括 那個發現 艾滋病病毒 加一例的 法國的那個科學家 德爾諾貝爾他講到 他在國外是到處亂說話的 他搞的 他搞那種 偽科學惡的東西 那也被上海教育大請去了 所以 就 在國外沒法分 他也都跑到國內去分 這個錢是影響非常 他們地位很高 但是就是跟中國一起 狀況 方先生您好 就是 因為您是做 主要是最開始就揭露 生物醫藥這方面的造假 就是我想聽聽您對於中國現在 就是不算莆田系這種醫院 就是正規的所謂三甲醫院 比較正規的醫院的 就是學術造假對於這些醫院的醫療 醫藥方面的侵蝕的問題的嚴重性 以及一些狀況 醫院的造假很嚴重 這個醫院的造假呢 就我們不說那些怎麼樣欺騙 那些患者 就用這種不成熟的 這種醫療啊什麼的 就不說這些 我就說他在學術上 中國這個生物醫學的論文的造假 很大一部分是醫生幹的 那麼為什麼會醫生造假 就是中國醫生要平直撐是需要有論文的 他們沒有這個能力 沒有這個時間去選論文 那就只好造假 所以那些論文寫作公司很大的客戶 實際上就是醫生 醫生有錢 給他們錢 然後他們就造假論文 所以這是一方面 就是論文的造假 另外一方面是臨床試驗的造假 這個是很大問題 像你包括FDA的 那些申請FDA的藥 有一系列的臨床試驗 現在就拿到中國去做 如果他是在中國做的臨床的話 這個可靠性 你就要懷疑了 因為中國的醫院 你是給他什麼 給他錢以後 你想要什麼數據 他就給你什麼數據 所以這是很大的一個問題 這個是危害到的 不只是中國人 而是世界人民 包括中國最近推出的 我提到的愛智海默症的信仰 那是在中國做的 臨床試驗說那個可信嗎 他覺得不可信 所以這是很大的一個問題 我問一下關於美國一邊教授 在兩邊做全職的問題 是吧 事實上我沒太明白 就是說他兩邊工作 真的就說這問題在哪 是吧 因為就尤其是對於中國來講 像您說的 國內現在這邊學術圈 是烏煙瘴氣的 那你在這種情況下 你不本身就應該引進更多的 這個這個這個國外學術 反而回到這個來到中國來 但對於中國高校來講呢 他競爭力又不行 是不是 因為畢竟學術最好在美國 他他除了就出這個大價錢呀 出了這個這個些這個 很好待遇 他怎麼把那些人請過來呢 對吧 然後我就在想 是您的問題是說 如果說這是學術造假或腐敗 是因為他兩邊都是全職嗎 就如果說 比如說國內高校現在有很多民國吧 對吧 他搞叫什麼兼職講旗 兼職特病 是不是像您說清華那個 如果說他是清華的兼職特病教授的話 那那個報告是不是就沒有問題了呢 他說我一年比如說只是在這幾天 我本來就是兼職吧 就不對是 然後我就想說那就是說 如果國內反而是這件話 是不是在這麼個環境下 我們應該採取不同樣的方法 把越來越多的這個 國外這個科學家呢 引進到國內來 但是現在剛才沒有說到 就剛才一個朋友問的 就說你看連 試用柔衣這種回去的這個都同流合污了 是吧 這好像引回來也不能解決問題 是不是 因為你從國外引回來這幫人 那他也成那樣了是不是 那你這個這麼個就說如果都知道問題有問題 那這個結在哪兒呢 我就說你這個套在哪兒呢 我並不反對說 是回去的 我們不能說全是回去的 都是在騙 都是在忽悠的 也不是 我只是說那些明星的科學家 可能他們就因此就墮落了 明星大了以後 人自己把持不住了 然後就墮落 所以當然還是有很多可能是沒啥靈氣的 他們真正是在幹活的 所以交流合作是可以有多種方式的 我並不是說一概一概要反對 反對是這種欺騙的行為 這種去跟他們同流合污的 這種變成了自己造假圈子裡面的 因緣的這種行為 這個只是要反對的 方先生您好 我想問您 您是怎麼看待在中國大陸 或者說在國內和國人中 對待所謂臭成論的熱衷的 也就是說為什麼 從最高的 從中國的外交部的發言人 到最底層在您推特下 回覆的一個可能監獄裡的榜評員 為什麼他們這麼喜歡運用臭蟲子 或者是What about this 只要一扯到 包括像您說從學術腐敗 說中國有學術腐敗 那麼外國他一定要學術腐敗 說中國有天安門事件 那美國一定有肯特州立 那個槍擊事件 說香港是非警察 黑警暴亂鎮壓示威者 那麼法國一定有黃衛心 警察對示威者更狠 您是怎麼 就是說我想 我比較年輕 我沒有初衷在冷戰前 我想在冷戰結束前 蘇聯已經 或者說整個東方集團中的國家政府 他們已經用類似的方法用了好幾十年了 這並不是一個新鮮的事情 這個比辣 不跟人家比好 而是來比辣 這個是很常見的一種做法 而且中國人特別擅長這個 你說蘇聯 也許以前那個也這麼幹 但是我覺得中國人最擅長的 而且這個力量就是這樣的 所以這個是很不好的一種 就像我說的 黃衛所堅持說是學術不敗 而不是不只是說學術不端行為 你說學術不端行為 他們就可以來比辣 所以美國也有 但你說學術不敗 美國可能就沒有 對吧 你知道美國那種學術不端 但是也基本上不涉及到公權力 而且公權力是要去抓的 是要去追究去調查的 中國就不是 所以一定要反對比辣的行為 就跟他們說 你跟人家比辣 你不用 你應該跟人家比好才對 要看到的是自己做的不夠的地方 而不是整天去揪個 別人覺得別人也一樣不好 這不對 和更何況人家比你做的好 別人說他一樣的不好 對 就包括小寶房金子那個事情 導致最後自殺了 對 你要看到的是 人家對學術造假 是怎麼樣去追究 怎麼樣去調查的 方先生您好 感謝您下午的高論 我是優達的訪問學者 我剛剛到美國不久 所以我對美國的學術環境也不是很了解 那您剛才有提到就是說 美國是不存在學術腐敗的 那我是想想問一下就是 在美國這個地方 它是有沒有什麼制度的保障 或者法律法規 從它的中央聯邦政府 到各個州政府 到行業協會 有沒有什麼制度的保障 讓它沒有這種學術腐敗 滋生 蔓延的這種可能 然後如果有的話 這種制度 對中國有沒有借鑒的意義 中國能不能學 美國它是有處理 學術不端的這種制度 比如說NIH下面它就有一個辦公室 什麼下面 NIH 對它下面有一個辦公室 它叫ORI 它就是專門調查 你如果說發現哪一個造假的報告上去 然後它就會調查 然後就做處理 處理當然處理它只能是從聯邦的朝面來處理 比如說禁止 這個造假的人幾年之內 來申請聯邦的經費 但一般處理以後 學校就會就會處理 所以它是有一套的 中國呢 它也想搞這一套 中國科技部 它也搞一個叫科學道德辦公室 就是模仿美國這方面 然後教育部也給各個學校發文 各個學校也要處理這種學術不端的行為 搞了一個條例 然後說各個學校的學術委員會 就是處理學術不端行為的一個組織機構 它也搞了這麼 這裡的關鍵事實 它是真幹事 中國的這些你搞起來都不管是 那麼你這涉及到嘛 就是一個整個社會體制的問題 美國不管怎麼樣 它不是一個專制的制度 它是一個民主的制度 所以你是必須向公眾有所交代的 公眾是具有問責權的 中國的公眾是沒有的 所以我只要跟官員搞好關係計劃 我當官員我不管 你啥都沒辦法 我都不幹 所以你中國成立的那些 號稱要調查造假 你最後就可能就變成了一個維護造假 你說中國的高校有學術委員會 可以調查學術不端的事 那麼女生來舉報 如果是學生的造假 他們可能會去處理 老師的造假 那叫奠量奠量這個老師的關係怎麼樣 你像他舉報校長的造假 他有可能去處理嗎 那不可能的事 所以關鍵就在中國整個 它就是一個官僚的體制 他不需要向社會公眾有所交代 您常年致力於科學打假 但是在你們對立面古學方面 還一直都很缺乏這種打假 導致古學界平常獲得了 直到最近顧忽畏一位叫徐曉冬的人 然後我通過看這個技術盤 我知道您還打了這技術 所以我想問一下您對徐曉冬的看法 問題二是聽您說您現在都在打這種代明星這種高端人士 那像那種低端的那種民科 比如說顧英森之類的 您還有沒有去打這些 首先關於武術的這件事 我覺得傳統武術這樣講的是 的確是非常多 而且我也不認為說這種傳統武術 真的可以跟這種專業的格道的人去打 我不相信 雖然我自己也打太極拳 但是我最多是把它當成一種斷練的 修成養性的那種方法 所以我很支持徐曉冬去跟他們這些所謂的大師 武術大師吹牛皮的大師去打 而且他們武術的這種打獎 跟學術打獎都不太一樣 很不利驗證 而且到現在也很想看 學術打獎其實是很古詐無畏的 很多人都不關心的 剛才說的另外一個問題是關於 關於像郭英森學校 就關於這些所謂的民科 我反而叫做科學妄想家 這個其實我也批判過 也揭露過 我揭露這種造假其實是不方便的 不只是說著名科學家的造假 其實有一些年輕人那麼大的科學家 我也揭露搞明信的那些大師也揭露 然後還有這些所謂的民科 或者是科學妄想家 偽科學的妄想家 我也揭露這個就看也沒有必要 如果說你他們造成了比較大的影響 那麼我覺得還是有揭露的問題 之所以大家覺得好像我在專門打這些明星的假 打這些明人的假 就是因為它造成了影響力 所以給大家的印象就是這樣 其實不是 但是我不是只打明人 只打明星的假 但是呢 竟然因為有影響力 所以更有必要去打 因為更容易引起大家對這些造假事件的關注 如果說只是揭露幾個學生 幾個懂得的假生去打 那有什麼要錯 其實要錯不是很大的 現在我們時間到還要結束 對 不然再 最後一個問題 抱歉 我看你的推特一直在看 我感覺你應該再寫一本植物方面的書 就是這個問題 這個 麵果老師善於家中的植物 就是花這個 嗯 這怎麼說是 因為葉雨打開 他不一定是在寫書 因為我對博物學的這些東西 都很興趣 然後我每天hiking 然後就每天都爬山 我就就躲在山腳下 每天都爬 所以就順便把這個作為一個 葉雨愛好 給自己找一個試作 然後我跟那個 San Diego那邊的歷史博物館 自然歷史 現在幫他們做一點普查的工作 給他們送過標本 所以這完全是一個葉雨的愛好 然後我有一些科普的文章 其實也是在這方面 在做普查的過程中 有了靈感 所以我寫過好幾篇 關於家中的植物 動物 所以說是不是真的要推本書 這不一定 就看 目前是沒有這方面的 寫書還是要看 我們送中 關於是寫的 關於家中的屏幕 都不去感興趣 不好意思 好 那咱們就結束了 好不好 現在我們 謝謝大家來參加我們的活動 現在呢就請大家離場了 哈哈哈哈 哈哈 謝謝 謝謝 OK